全國投資朋友大家早上好 歡迎收看今天上午的三文破證 我是仲周老師 在這邊節目一先開始 來 先恭賀一下 彩配通 亮燈 漲停 那當然啦 這個是已經布局一段時間的股票 所以雖然節目上很少提 但是一直都是有在布局的 那當然說真的 我並不知道這個疫情的衝擊 會這麼的來得之快 但是就像之前我跟大家提到的 就是說第一個 現在旁邊上它的確是沒有主流的 有啦 也許你看到今天一些相關醫療的概念 什麼恆大 寶寶這些又漲 但是大家別忘記 這些股票都是跌深的 你看恆大這些其實也是跌滿深的 表示什麼 表示就是說 一樣都是有跌深的體財 一樣都是跌深的 只要稍微有一點點力多的刺激 哇 你看就像翟貝通這樣子 就上去了 今天要加碼都很難掛架 我今天早上加碼 我都不知道怎麼掛架 用來開盤 71 你不可能買71嘛 那一開盤就要這邊根本很難掛架 雖然讓它漲停好了啦 可是你看喔 不可否認了 翟貝通是不是跌得很深 是不是跌得很深 我常講一句話啦 跌深的就是最大的利多 就是說當然我們不是說跌深它就一定會大漲特漲彈翻天 這倒沒有一定的啦 但是至少就是說 跌深之後的股票 它其實它的利基點啦 就是說我這麼講好了 先不去考慮你今天買這個股票你的用意是 我要來拼今天當沖賺多少 或者去拼明天短線賺多少 但是很多跌深的股票 基本上來講啦 以目前大盤這個情況來講的話 事實證明買跌深的股票還是真的比較安全啦 你看上個星期大盤一根300點的長黑灌下來完之後啊 其實整個的這個上升趨勢就正式破壞掉了 就正式破壞掉 這邊跟大家做個提醒 那當然今天打回到半年線到季線 你看留著這麼長的下影線 表示有成績的買盤 我相信今天大家也發現到 今天很多股票跌下來說 哇 這個底部成績的買盤非常非常的踴躍 包括我們手上的持股 你看像這個安格爾斯一打下來 哇 你看 買盤踴躍啊 還有你看 真是個星堂 哇 你看已經平行高了 148了 這個就是我之前上個禮拜一直跟他提到的嘛 就是說在弱勢的盤 不是去看那些很弱勢的股票 在弱勢的盤的情況之下 要去看強勢的股票 除非你做空的 你做空的情況之下 你一定要去看那些弱勢的盤之下 那些持續走路的股票 那才是一種做空的道理啦 那既然我們要做多 對不對 既然要做多 那當然是去看那一些 當大盤不好的時候 還能夠持續挺肩的股票 我不是說今天能夠創新高的股票 就一定比較好 我也不能跟你保證今天漲天板的股票 明天會再漲 但是有一件事情大家一定要了解到 就是說今天我個人覺得啦 就像我上禮拜有跟他提到幾個議題 就是說大家知道嘛 跟著周老師的重點在哪裡 我們的重點在哪裡 不是說我不做波段 事實上很多股票我也是做波段 只是說現在在講要漲大波段 短波段很難去定義啊 這是很難去定義的 那基本上來講我們都是把它定義成短線 我覺得大概賺個兩三成都還是算短線 那你懂吧 那當然先不去規劃說你是以短線為主 如果你純粹以價差為主的話 我相信我在節目上 我的做法來講的話 應該很多投資朋友也知道嘛 我基本上來講就是那幾個股票 冰來冰去 冰來冰去 可是你看冰來冰去的情況之下 賺不到錢嗎 看一下新唐快150了 對不對 真給面子 我剛才上節目還幫我拉一下 謝謝他啦 今天我們持續的加碼 持續的加碼 今天早盤大盤大得快200點 照理講今天不是什麼 應該這麼講 我不否認今天是可以買股票 看你買什麼 你看像這個長榮啊 我覺得也是可以買啦 包括萬海 你看像萬海也是一個 已經在這邊打底打好久 他這個結構跟翟佩東還真像 他們發現到難兄難弟啊 當然我不是說叫你去買萬海 我只要告訴大家就是說 因為這個疫情來的這個又快又急啦 所以當然很多股票順勢被壓下來 這壓下來的當下當然我們就要去觀察 有些股票壓下來可以低階 有些股票壓下來要散 這個就是一種什麼 判斷上的一個分寸的拿捏啦 所以你看上個禮拜 我是不是告訴大家就是說 你看大家有沒有發現我突然為什麼要買長榮 其實我已經有航運股了 我本來就有翟佩通啊 對不對 但是為什麼突然一定要買長榮 因為我有跟他提到嘛 就整個航運股的結構來看的話 長榮還是算比較強的 那當然就這麼多二十幾支航運股來講的話 最強的那一支多多少少要沾點醬油啦 這就是我的觀點啦 就是說最強的肌最強要把它抹一下 至少要有所參與感 那當然有的人可能跑去買陽明的 有人可能跑去買其他的 這個都不一定啦 但是在這邊我是要給大家一個觀念 就是說如果這個類股裡面 打個比方好了 假設今天你要買面板好了 我相信你的直覺一定會說我要去買尤達 這就是很直覺嘛 但是有必要連群創跟財經一起買嘛 就其實是沒有必要的 當然如果你有資金上的考量當然是可以 那這種道理就是一樣嘛 就好比說你要買這個金融股 你也不用從長你一路全部都買嘛 沒有必要 就看哪一支領先突破去買那支最強的那一檔 所以你看喔 為什麼我上禮拜就跟他提醒了 就說上禮拜長榮也是稍微被壓下來嘛 我們知道嘛 上禮拜也是有點沙尾盤 但是我覺得啦 就算他昨天上個星期被壓下來 但是對他的整個格局來講 他是沒有影響的 他是沒有影響的 他還是在一個盤整的結構啦 那當然今天翟沛通因為疫情的關係嘛 疫君突起 這個讓我們想到嘛 之前這個翟沛通也是因為你看疫情他在關在家裡 大家都不能出門的時候你看 翟沛通是不是大漲一段 是不是大漲一段 所以當然啦想像力 過去有種想像力 現在也有種想像力嘛對不對 所以你看又讓這個整個翟沛通 今天又變成一個非常強勢的一個反彈啦 關鍵在於說他這一次的反彈會不會虎頭蛇尾 我平常先講我前面布局這一段 沒有什麼賺啦 所以他壓回完之後我也是在等 我看你後面這邊完真的 我先跟他提醒一下 如果他這一次完真的 那我個人的看法啦 基本上來講 挑戰前面的高點是沒有什麼大的問題啦 因為這邊畢竟包最大的量嘛 我不會預期說一定去挑戰這麼高啦 不太可能 我覺得能夠到這邊歐密度 我先跟你們講一下 因為這邊的量畢竟比較大 這邊套了一堆人 等著結套的人還是有的 所以肯定啦 到接近這個前面高點附近的時候 他是會有震盪的 這個情形就很像我在跟大家講 萬海啦 長榮也是一樣 越接近前面的壓力 記得就越不要去追高 那當他第一步開始衝上來的時候 基本上來講 少量的卡位佈局 我認為都是沒有什麼大的問題的啦 好啦 那當然啦 既然現在生技股今天當道嘛 也有投資朋友在問我嘛 他透過這個粉絲團來 這個Light的視訊上問我嘛 就說生技股能不能搶 我覺得齁 我的觀點是這樣子啦 如果你本來就有在做航運股的人 聽清楚 不是 你本來就有在做生技股的人 我覺得你本來就有在做這個類股 你熟悉的人 我覺得搶到沒有什麼關係 可是事實上不見得那麼好搶 你看齁 像我順便打個比方 我剛剛來講好了 我們講男六就好了 如果講生技股 基本上如果讓我來選 我大概只會做男六 但是為什麼今天我不買 你看齁 為什麼今天我不買 不是說不能買 他其實這個底部打得滿漂亮 但是我不會選 我為什麼今天暫時先不會去買 因為關鍵就在於說 我們不確定到底 他這個利多 他會讓整個股票 他會衝擊到多久 我的意思是說時間的關係 不是說不好 你看其實嚴格上來講 你看齁 以男六我們也知道 這個應該算是台灣最大的 部支部的廠商 你看他除了自己的部支部 供國內用之外 他還幫日本的好幾個大廠做代工 所以基本上來講 講到疫情的關係 當然像這種做部支部做口罩的 原無料的 肯定也是一個有想像力的空間 但是為什麼 我不會選到今天去買 最主要就在於說 就像我剛剛講的 有時候他來得很快 這種突然之間來的一個急拉 我們不知道是玩真的玩假的 如果他慢慢長慢慢長 我覺得好掌握 就像我上禮拜不是 跟他提到新唐嗎 我說也許新唐 他不是台面上最標的股票 我講真的 這麼多IC設計 前面這一段的新唐 你可以說他很標 這個我當然知道 那段我有做到 但是後面這一段 沒有人敢說他很標 但是他們發現到 為什麼新唐最近 他是慢慢漲慢慢漲 你看齁 上個禮拜大盤大跌300點 他還能漲 今天大盤早盤也是跌了200點 他老大今天還能夠逆勢創新高 你告訴我他有什麼本事 還是他有一些什麼通天的本領 我只能這麼跟大家講好了 一個重點而已 因為他沒什麼長到 就衝著他還沒有真正大長過 所以當然對新唐來講 我這麼講好了 對新唐來講的話 他並沒有所謂套勞的賣壓 所以他一漲上去之後 應該這麼講吧 當大盤因為一個利空 把這些股價全部壓下來的時候 反倒給了他一個非常好的佈局的點 這個就是一個操作示威上的改變 所以你看為什麼我一直跟他強調 很多股票如果我們都可以每檔股票都堅持買在起上點的話 別的我不敢跟你講 別的股票我不敢跟你保證 但是你看 從我上個禮拜再跟大家聊新唐 到目前為止你看 今天新唐已經150億了 就像我剛剛講的 他並不是最強的股票 很久沒漲停板了 我講真的 我看最近哪一天有看到漲停板 好像有啦這一天吧 有啦這一天有 不小心有漲停板有啦 是很少啊 你看最近幾乎基本上很少 所以我昨天有跟他 所以我在上禮拜有跟他提到一個觀念 就是說我們今天價差要做得好 不是說一直在換股票 一直在換股票 就比如說今天 你說可不可以加減買一點那個生計的概念 對不對 蹭一蹭這個疫情的熱度嘛 我認為不是不行 問題是有些股票今天 開得太高的情況之下 你很難下手 那你勉強去買的結果 有可能今天會短套 所以我這邊跟他提醒一下 就是說如果今天讓我選 我剛剛不是有跟他提到嗎 我個人是不要偏好像南六中股票了 可是他今天真的開得太高了 你說要怎麼買 好啦等待稍微壓回再說嘛 對不對如果真的要買再來看看嘛 好不好 好啦那我們今天也看得出來嘛 今天基本上來講 排面上的最佳男主角 清一色吧 絕大部分都是這個 這個生計類股嘛 你看連金可都可以漲停 唐蓮 亞諾法 恆大這些 但是這些股票 就像我剛剛有提到的 他大部分都是跌深的股票 特別你看一下那個恆大 他真的也跌滿深的啊 對不對 真的跌滿深的啊 你說他跌這麼深的 讓他去兩天啊 還沒過分 我覺得也不過分啦 講真的啦 對不對 腰斬再腰斬再腰斬 已經斬了幾次了 我看一下 哇你看 從疫情爆發的那一年最高216 斬斬斬斬斬斬斬 我看那個西瓜已經切八遍了吧 對不對 只要西瓜已經 已經愛了八刀了 切八遍了 已經只剩三十幾塊了 你看 腰斬腰斬再腰斬了 所以我覺得啦 就是說這些股票 因為瑕疵我跌深了 那當然 他的這個反彈的這個想像空間 肯定比那些漲幅的不太多嘛 所以今天你要來蹭這個 如果你已經告訴你自己 你要來蹭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 生機類股的熱度的話 我只能告訴大家 我覺得少量的一個去操作 都不會有什麼大的問題的 關鍵就是說這種跌深的股票 那畢竟跌深 記得一爆量一定要出 聽我一句話 一爆量一定要全出啦 好不好 好了 那目前指數呢 由黑翻紅啊 看得出來今天大盤啊 就像我剛剛也跟他提到的 就是說今天大盤 在壓回到這個半年線的時候 有沒有看到 跟季先的時候 立刻買盤湧住啦 當然有人會解讀說 哎呀這什麼什麼國安基金啊 什麼 我跟大家講 我做股票最討厭扯到 什麼國安基金 什麼什麼基金這一些 因為說真的啦 如果 如果你做股票都在期待那些 什麼國安基金 國防基金 什麼什麼基金來互盤的話 那 那你做股票的意義在哪裡 你想要完美技術的嗎 我只能這麼講啦 什麼勞退基金 國安基金 他們就算要買股票 他也不見得會買 把台面上兩三千隻股票 全部都買下來吧 不可能的事情嘛 他再怎麼買 他也是買那些權重的股票 至少每年都可以穩定配息 這是他們的遊戲規則 所以我覺得做股票 不要把那些什麼 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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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戶盤基金什麼 把它納入進去 否則我告訴投資朋友 你的判斷會失準 你的客觀性會變差 該止損的你絕對不會止損 因為你就是會期待 有人在救你的股票 所以我很不喜歡 你看我從 我上節目十幾年了 十幾年了 我從來都不會拿什麼 戶盤基金 國安基金這種 來當成解盤的一個重點 從來都沒有過 因為我覺得對就是對錯就是錯了 比如說今天看錯了 大盤跌了 你就去期待說 快點快點拜託 快點拜託來給我戶盤一下 何必這樣子呢 你就承認自己看錯了嘛 就好啦 就看怎麼設斷點 設止損點就好了嘛 那 你有沒有想過 萬一你看那股票大漲 你要去謝謝 謝謝國安基金 戶盤基金來拉我的股票 這不是很奇怪的事情嗎 難不成我今天 我這麼講好了 難不成今天新唐漲到150 謝謝國安基金 戶盤基金來幫我拉新唐 有人這樣說了嘛 絕對沒有嘛 所以 我覺得 這種股票的是非對錯 要分得很清楚 對就是對 就是不對 不用扯那些有的沒有的 每個人都會看錯 我也會看錯 我不相信 有人永遠都是對的嘛 只是說 對的時候 你要怎麼去博取它的大的暴力 就像我講的嘛 對不對 價差要怎麼去做得好 它其實是有整個基本關鍵的嘛 懂嗎 錯了 就不要去攤平它就好了 就不要去 不斷地去攤平它 然後增加擴大損失就好了嘛 就是這麼簡單 不要去想那麼多 真的 我覺得做股票 你可以把它複雜化 但是我比較傾向的是簡單化 對就是對 不對就是不對 就比如說今天我 心糖判斷對了 我只能說 那表示說 它是符合我的預期的 那當然 因為它符合我的預期 我當然是順勢操作啊 就這麼簡單 大家懂這個道理吧 所以說 今天 我覺得啦 很多投資朋友他做股票 一直都會 長期來都會犯那個錯誤啊 就比如說很多長榮 超來兩百塊的人 他到現在 他還是覺得 哇 今天的長榮賺這麼多錢 照你說會去到三百塊到 我還聽到 萬海喊到六百的也有啊 那我問大家好 你相信喊這個數字的意義在哪裡 只是要安撫你自己 不停損 只是要安慰你自己 因為怕被老婆罵了 被家裡人罵了 比如說你長榮套了兩百了 那你可能就是跟你家人說 沒有啦 這支高票市場花四百啦 所以我買兩百塊沒貴啦 那你怎麼去解釋 現在長榮只剩一百多 還是虧了八萬啊 大家懂個意思吧 我覺得每個人都會習慣性的 自我安慰這很正常 但是喔 在股票市場這一招是沒有用的 因為你錢到誰輸贏嘛 對就是對 不對就是不對 講那麼多都假講的 所以我 你看像我做股票 我一直跟他強調啦 我其實也不知道他會去安慰大家 但是我只知道告訴大家就是說 今天我們做股票目的是什麼 不過就是這兩個字嘛 就是這兩個利拿啊 賺價差 想那麼多要做 就看你要怎麼賺啊 大家懂了吧 我相信今天 我的新唐就是最好的證明 大家懂了吧 如何在弱勢的盤 買到最強的股票 最好是今天再次證明 好啦 我們先休息一下敬果話 馬上回來聊一下其他的股票 好 第二保證 誠信為本 以績效誠信 回公司營運主軸 第三保證 代盡一定代出 精選持股持股其中 保證 代盡一定代出 陳偷投付 擁有股票 期貨雙振兆 本您領先動心市場 穩健獲利 無往不利 陳偷投付 值得托付 02275258682752 陳偷投付 陳偷投付 三大保證 第一保證 正派經營 絕不可公司派 大股東主力作手 勾結坑沙散步 第二保證 誠信為本 以績效誠信 為公司營運主軸 第三保證 代盡一定代出 精選持股持股其中 保證 代盡一定代出 陳偷投付 擁有股票 期貨雙振兆 代盡領先動心市場 穩健獲利 無往不利 陳偷投付 值得托付 0227525868 27525868 27525868 台灣正面臨一個重大的司法變革 我們的台灣需要你 需要你的聲音 你的經驗 你的想法 你的勇氣 讓我們的法律保有人性的溫暖 你第一次有權利 把破人與法之間的繁離 幫自己和所有人的未來 做一件大事 讓台灣再前進一大步 全體國民的新任務 你就是國民法官 好 還是那句老話 長多了 先逼開 好不好 這是我能給大家的一個最中肯的建議 好 那大家有發現到 就是說 今天生技加航運 雖然說航運股裡面目前來講 只有宅配通是漲停的 但是我個人覺得 以長榮或者是像陽明萬海的模式來講的話 來 就是說以長榮跟陽明他們這個模式來講的話 我覺得他們其實現在都在穩盤 大家懂我意思嗎 他們其實都在穩盤 那大家去思考一個問題 這些跌升又具有基本面支撐 本益比也有不高的股票來穩 比較能夠安你的心 還是有一些股票 長多了 說不出什麼基本面 做不到什麼幾毛錢的 來穩的盤會比較安你的心 你大家懂我意思嗎 我不是說這些元宇宙的概念不好 畢竟他們長多了嘛 所以你要知道就是說這些長多的股票 就算今天全部大漲 我不認為今天他對指數或對穩盤有效果 可是相反的喔 如果以長榮來講的話 不用多啦 今天半期停辦就好了 我相信他就是在穩盤 你說新唐他大漲能不能穩盤 不一定喔 大家懂我意思嘛 因為他是電子股 他股本又不大 群眾又不大 可是相比之下喔 如果說今天 你看到長榮跟萬海今天長 我跟你說啦 你今天肯定至少心會安了一半 那為什麼能夠安你的心 因為他們並沒有長很多 今天就算你閉著眼睛買 好啦閉著眼睛買下去 120 120買下去 相比之下那些買200人來講 你還是贏他 你還贏了他8萬耶 對不對 你說會有什麼大的損失 所以說我覺得這就是 很多投資朋友在做股票來講的話 就是說你看喔 當然我今天操作 我今天留在夏再跟他聊好了 我覺得今天 我還是要跟他強調幾個觀點 就是說 尤其你看我的節目 每天的變化不大 可能每天說的告白都要整支 做沒了對不對 別忘記了 無聊歸無聊 光一檔小小的心糖 這兩三十 沒有連續天天 就是這四筆都是以當沖來做的 賺了27塊 我現在反問大家一句話就好了 我今天在平盤附近有買 請問一下現在154我可不可以沖掉 我144有買喔 我現在賣到賺一萬塊喔 可不可以 可以吧 一萬啊 就看有辦法沖嘛 搞不好掌停板嘛 不要沖掌停板也可以嘛 大家懂這個道理了吧 所以我一直跟他強調嘛 高票換來換去 我說 今天很多人在說 阿蘇阿蘇你這厲害 這價差都這樣談 我今天只是把信號拿出來 這個其他的我沒有拿出來 我不是跟他強調幾個觀念嘛 就是說 價差 講還很簡單 但是要做得好有幾個關鍵 很多都沒有 這叫厲害嗎 這不叫厲害喔 這個是一種賭徒的行為 你跟著做老師 我問大家好了 你們今天相信我參加我的會 我可以像這種賭徒的方式 帶你們做股票嗎 如果这种赌的方式 就不需要跟我的 那你们今天跟我的目的是什么 用意是什么 就是希望稳中求胜 而不是赌中求胜 今天我赶在今天大盘 大跌200点 带人家买新唐 难道我是赌的吗 错啊 这支高票是我的核心持股 拜託 你以为我是今天才买吗 我从11月8就开始布局 对我来讲 今天只是顺势加码 这样操作 让大家了解而已吧 好了 今天上午简单的 跟大家先讨在这边 好不好 你有任何不了解 不清楚的地方 都不用欢迎你跟上我的脚步 当然也非常欢迎大家加入 这个做法师的粉丝专业 有任何问题不了解的 也可以透过粉丝团 Light进行一个提问 当然也非常欢迎你 拨打线上的这个咨询专线 跟我们线上的助理进行联系 好了 那今天上午的节目 先回答它进行到这边 节目之后 一株所有投资朋友 超出顺利 我们下午见 本服务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我们下午未来 都会计判断 创意比赛竟在运通 以绩效诚信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贷进一定贷出 精选持股持股其中 保证贷进一定贷出 陈通投赋拥有股票、期货、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借获利、无往不利 陈通投赋值得托付 零儿2752-5868 2752-5868 陈通投赋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杀散步 第二保证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贷进一定贷出 精选持股持股其中 保证贷进一定贷出 陈通投赋拥有股票、期货、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借获利、无往不利 陈通投赋、值得托付 零儿2752-5868 2752-5868 早前听到欢迎心就怕 现在我们都有机会人做法官 2023年国民法官制度要开始 中大案件第一心 有六位民间人数和三个法官 一起来心理 人民的关系